只有一把钥匙怎么进银行保险库 我只示范一次 我要光明正大的闯银行啦 嗯 正门走不了啊 那被迫找小路 右边倒是有个楼梯 但是太高了 推垃圾桶 我想光明正大的走进去 但是大门不通 被迫上房顶 一般座位都有监控的 这也算是光明正大了 坏了 这个门也打不开 我们只有保险箱的钥匙 又不会开锁 只能用我们睿智的小脑袋想办法了 找到了一些零件 不知道哪个设备爆出来装备 哎 有窍棍了 直接开箱 看来是某种复杂的电路图 经过我简单的计算呢 哎 搞好了 正好缺了啥 但是我手里只有俩 还少了一个 肯定还在某处啊 我得仔细找找了 发现了一些木板 而且可以移开 好 找到了 根本难不当我们 为什么留下这么多线索 难道银行里有内鬼 下到三楼这一层都是上主的房间 还得往下走啊 一般金库都在一层或者地下室吧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但是显然员工都不在 墙上有个钟 我熟练的拿起了小指条 记下了二楼时钟厕所 格子门 没有其他信息了 只能下一楼 一楼也没有人 我们光明正大地走进来了 墙上有个时钟 熟练的记下了4.45 但是现在是白天 应该是16.45 桌上有个电脑 被某种特殊的密码锁住了 这种密码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先记下来吧 抽屉里空空入眼 哎 最下面有个文件夹 桌上的东西也没什么信息 在对面的抽屉里 找到了一串项链 反正是一把钥匙都没有 环顾四周呢 一楼还有一个铁栅栏门 一个红把手门 还有一个蓝色大门 应该通向外面 解密开始 刚刚我们记录了两个时钟 二楼的时钟是可以调整的 我们把它调整到4.45 看会发生什么 一想不到的是 格子门被打开了 看来这是一间会议室 桌上有一把钥匙 写着WC 厕所钥匙 又捡到了一个文件夹 这张电脑中没有抽屉 椅子后面有个飞机模型 电脑的平保 好像在提示着什么 旁边的柜子上 我们发现了同款道具 按说我们要放在相同的位置 先放项链 然后是飞机模型 这款应该是航空飞机 最下面的文件夹 按照左边相同的颜色 顺序摆放 诶 少了一个红色文件记下来 有厕所钥匙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了 诶 水池上有一个红色钥匙 水管里没有水 墙上的通风管里面 好像有东西啊 太高的够不到 手指是正常的 马桶里面没有东西 右边找到了红色文件夹了 后面是三幅画 点一点啊 里面暗藏玄机啊 好像是缺了什么东西 拿出我的小笔记啊 厕所缺水 有通风口 还有水管 红色文件夹呢 可以放回去了 出现了红色按钮 点一下 正面墙翻了个面 有个坏了的密码锁 螺丝刀直接插进去了 显示的比实际按下去的 加了一个1 肯定是出现了故障 也没有其他工具了 电视可以看吗 点一下开关 金库的监控啊 那除了密码和电视 这两个信息外呢 就没有其他的了 我们可以用红色钥匙 打开一楼的红色八手门 这是杂物间 找到了梯子 货架上就没什么东西 可以拿走的了 后面有一堆纸箱子 可以到处翻一翻 找到了一个阀门 只能去厕所了 红色的阀门是热水管上的 开启以后呢 试试水龙头里面的水 啊 金库起雾了 这个时间是7点55 不管上下五线记下来吧 梯子正好可以勾到通风口 里面是什么玩意啊 打不开 拿螺丝刀试一次吧 一张简单的速度 一三五线记下来 又要回到时钟这里了 调整7点55 看会发生什么 哦 太阳翻转了 又出现了一个数字 59047 那就可能是格子门里面的密码了 不过这个密码需要每个数都减一 这才是直接按出来的效果 所以我们要按48936 好的成功了 里面有个文件 这是银行的财务报表 这应该是机密文件吧 最明显的是这个柱状图 转换数字为92784 记下来 形状和一楼的电脑密码很相似啊 我们一定要去试一试 说不定就是这样的 第一个数字是9要点9次才行 后面也是如此 好了 看来是对的 电脑打开了 这个时候是铁栏杆门的 哦 这里是通向金库的最后一间房子 桌上有一把黄字钥匙 想了半天呢 我突然想到 这个柜子左边有个抽屉忘记记录了 打开以后呢 又是一张线索 这是平保线索用上了 结合起来看呢 应该是053926 这又是哪里的密码呢 先记下来吧 又是一把锁 没有数字 很像数字的形状 按照123456这个顺序点了 哎 居然成功了 就剩最后一串数字了 金库大门口呢 也有一个密码 应该又是053926了 也没有其他信息了 好的 那数字到此为止呢 全部用完了 直接进金库看看 原来里面长这个样子啊 我们的钥匙是1302 应该是一区的柜子 那应该就是这里了 在302 不出索料的话 应该是第三行第二个 使用钥匙打开 里面有个手提箱 难道是巨额遗产 哇 发财了发财了 啊 这个是转账记录吗 费了老鼻子进闯进来 结果就这 那看来我们必须要去这个教堂看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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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